Are you ready? 一个过程 因为去年这个时候 其实新冠疫情 已经肆虐全球了 其实影响到大家 但是那个时候 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 叫做一起加油 意是艺术的意 一起加油art 这个活动 刚好就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三月份一直到五月份 然后每天在FB上 都是非常非常的热闹 这个活动 其实当时是有一个 台湾艺术家 叫做王健阳 他所发起的 但是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其实是来自英国 那当时是因为 这个疫情已经肆虐了 已经影响到大家了 所以有很多的 比如说展览的地方 很多艺博会 不是取消延期 所以那个时候 就有这个想法 就是如何让台湾的艺术家 可以被大家认识 又可以看得到 因为以前他们有的平台 因为这个疫情就没有了 所以是透过FB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去让很多人看见 不同的艺术家 据说当时有一万多个 这个台湾艺术家 有参与 有参加 对 然后呢 瑞杰也是其中的一位 对对 我也是其中一位 但是我必须说呢 瑞杰呢 她的艺术品呢 就好比说 你是 就是年轻一辈的 台湾的艺术家的 周灵 蔡依林 因为上周末的蔡依林的 这个演唱会 五场演唱会呢 也是在五分钟之内呢 全部的票卖光光 秒杀 你的艺术品呢 在这个平台上 也几乎是秒杀耶 对 就是时间速度 几乎都是 独零点几秒 被秒杀掉 对 那通常呢 我记得 那个瑞杰的 那个方式是 你会先告知说 你哪一天 然后几点钟 你会在这个FB上呢 抛出一个艺术品 那这个艺术品 当然就是你自己创作的 所有的艺术品 都是自己那些 艺术家自己创作的 然后你抛出来之后呢 然后基本上 大家都在追这些艺术品 大家看这个艺术品喜欢 大家就会在这个时间点 准时的在FB上集合 然后在那边秒杀 对 很厉害 请问一下 你透过那个平台 也就一起 一起加油这个平台呢 总共有几个艺术品 推出了几个艺术品 你有算过吗 大概 大概五十几吧 五十几样艺术品 然后通通卖光光 对对 里面呢 有一些是 类似像雕塑 这个物件 有些呢 又是画作 对对 那先从这个 物件来开始讲解 因为是这个物件 这个艺术品 这个雕塑 我把它称为雕塑 一个sculpture 这个东西呢 吸引到我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 感觉远远看呢 它只是一个水泥的方块 但近近看呢 其实它像一个小建筑物 一样的 那这个尺寸 大概从多少到多少 尺寸大概都是 高十公分 然后宽 不会超过七八公分 所以你是有个标准在的 但是在这个标准的框架之内呢 你去做了很多的这些 造型上面的变化 但是它们都是一些 所谓的幻想中的一个建筑物 对 可能我很想要盖房子 但是盖房子 感觉出来 盖房子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但如果大家把它缩小的时候 其实它有很多想象空间 所以我把我心中 我想要住的房子 我在这一次的作品当中 我就全部都把它盖出来 对 所以这个作品呢 这一系列的作品是最打动我的 所以为什么我也在那边开始去秒杀 开始去抢呢 对 就是因为呢 我看到这个我非常喜欢 因为它在粗犷之下呢 它有很精致的部分 比如说它有些橱窗 它有些窗子 它有些门框 还有灯 还有灯 还有招牌 对 所以隐隐约约你会知道那个建筑物 大概里面是承载着什么 可能是一个饭店 对 OK 一个小酒馆 可能是一个 诊所 一个小店面 对 也可能是住家 对 所以那个真的 那个系列真的是蛮吸引我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不妨就是上这个宁瑞杰的这个Facebook里面 应该如果你翻一翻 有 从照片里去看 去看都可以看到 对 所以你那么喜欢建筑 那你以前有想过要学建筑方面的吗 从来没有想过 因为刚才真的房子搞不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其实以前没有想过建筑师 也没有想过就是这个行业 只是 其实是因为水泥 它给我的 带动我的一个吸引 是 跟一个魅力 所以我把它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都是水泥的建筑 对 所以我就用了这样的媒材开始去做天马行空 所以有很多其实有一些造型跟一些房子 它是会有贯穿树枝 或者是会有一些树藤留下的痕迹 甚至青苔 好像它是一个被遗忘的世界 对 就是试图打造那种比较天马行空的感觉 其实有很多这些房子也让我其实就联想到台湾 台湾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房子 很多 对不对 有些里面还真的还在住人 然后有些呢 可能已经被遗忘的一些建筑物呢 都长得那个样子 所以呢 第一 这个就跟这个connection OK 这个连接点就是跟台湾是有连接的 这个是蛮吸引我的地方 再来呢 也就是你的精致 还有呢 其实还蛮冲突的 因为我刚才也说过 其实它像一个水泥方块 如果远远看 但仔细看的话呢 其实它很细致的一个设计出来的 一个艺术品 但是我觉得冲突的地方是 远远看 觉得是一个男生 一个男的艺术家 才能够做出来的 但是呢 你近看就是 原来可能还是需要一些 非常细腻的思维呢 才能够创造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品 其实作品看起来 还是非常粗犷感很重 但是就是一些小细节的地方 还是有一些 可能女性才会有的一些想法 但是我也看过一些照片 就是你工作时的照片 然后你去做这些艺术品的时候 这系列的时候的一些照片 其实还蛮 粗犷 对 还必须粗犷的 你基本是你知道戴着手套 戴着你知道甚至电锯啊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很像 女板水泥工 对 那个时候 然后脸上都是一些那个水 就是那种灰尘 都在那个脸上啊 手上啊 其实是蛮 蛮粗活的一个过程 脚水泥这件事情 好像跟女生好像连结 match不大 很难 而且跟你 还有在facebook上你的照片 以及看到你本人 然后呢 其实呢 我看到你本人之后呢 然后我也知道有很多是一些 宅男在秒杀你的一些作品 真的吗 对 那些人看起来就是宅男 因为facebook里面可以看到 每个人的照片嘛 也可以看到到底跟我竞争 要抢这些艺术品的有谁 所以看到有很多宅男 然后呢 我也被你的外观给骗了 因为我以为你是很年轻 然后是单身 结果有一次展览啊 就是一个首日的一个展览呢 你带着全家人去 我才知道你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而且你老公也非常的帅 等一下呢 再跟大家慢慢聊呢 宁瑞杰的这一块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听众朋友呢 他们跟你一样 甚至孩子的大小 也可能跟你完全是相同的 搞不好他们一直有艺术梦 或者他们有其他的梦想啦 他们想要知道 你是如何做到的 OK 又可以做好你的事业 又可以带好一个家庭 很不简单哦 Are you ready? 和我一起打开 娱乐 生活 流行 发夹子 一同开麦啦 Yeah Jolene的歌曲 蔡依林的大艺术家 今天在我们POP RADIO 一同开麦来的现场呢 是一个女性艺术家 宁瑞杰在我们现场 那其实呢 刚才在进广告时候呢 又聊了一些又更加的认识 宁瑞杰 其实你以前学的是什么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 然后现在成为艺术家 所以你这个艺术这个天分 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 应该是从两年前开始 才开始跨到这个行业啦 等一下 但是我也知道有一块呢 就是说 你是 OK 你是学那个国际贸易的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我知道在两年前呢 你的工作却是在设计的方面 设计公司是不是 对对 我在设计业做了15年 你从国际贸易 跳到设计 然后再跳到艺术 对 这个也蛮 跳跃的 跳很大 跳很大啊 因为从那个国际贸易 是business方面的 当然因为 我相信你学习这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好像很多女生 喜欢学这个 这门 这门专业 那个时候 台湾 其实贸易出口是非常不错的 对 行业 所以为了要好的工作 对 因为父母的期待会觉得 这样的工作比较适合女孩子 没错 对 如果你当医生 当律师当然OK 但那个很辛苦 那女孩子呢 国际贸易就已经非常棒了 对 那时候银行跟在出口 报关这些都是比较 适合女生的职业 没错 那个年代 对 然后呢 后来为什么从 那个国际贸易 跳到设计公司呢 因为就是不想要去报关 T.E.Moyce跟N.O.C. 因为那很无聊 都是一天 一天到晚拿一些表格 要填一些表格啦 什么的 而且我这个人 其实对数字不是那么的敏感 所以我觉得我 应该会把一些东西弄错 那就很麻烦了 所以就说设计 那设计这个领域呢 其实我一直要强调 很多人把设计跟艺术呢 混在一起 其实两码子是 艺术呢 是比较可以 所谓的天马行空 对 但是呢 设计呢 是没有办法天马行空的 因为你要面对的是客户 对 你要符合客户的期待跟需求 你有很多业主 那要符合他们的一些要求 要你做什么 你就必须要满足到他们那一块 没错 对 所以在那方面做了几年 15年 15年 对 这样好像透露出我的年龄 对 你的年龄也是一直是个谜 因为你看起来真的 年纪很小 很年轻 那自从我看到你全家人之后呢 我突然间 我整个这个电脑的脑波的 这个program 要重新设定一下 重新开关 关机 给它开机一下 所以那个做了15年 对 那为什么突然间又想说 OK 15年应该是已经 非常的做得非常的顺畅 然后呢 也已经可以 做上一个小主管了 OK 带一个团队了 为什么想到 突然间要做 艺术方面了 其实我 15年的设计 我是算白手起家 就是自营 对 然后 其实也蛮稳定的 是 但是因为曾经有创业过 所以 太稳定的时候 突然觉得好像 人生活失去了一点刺激感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 自己有没有可能 再像回到那个时候的 那热忱 就是重新在 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 真的是从零开始 因为好像你也从来没有那么的喜欢艺术 对不对 之前啦 对 这个也很妙 刚才我才知道说 他以前呢 他也没有说很早就已经开始接触到艺术 他也没有说以前美术课 非常的棒 但是爸爸妈妈的要求呢 你必须要学什么国贸这些东西的 并不是这样子的 对 不是 那你刚才说 你以前也很少去逛什么美术馆艺术馆的 我几乎没有去过美术馆 会博物馆这些的 对 所以突然间 你哪一天醒来 突然间觉得说 我要画画 我要去做一些 其实在 因为跨入这两年当中的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不会画画的 然后那时候 其实也没有 艺术家这件事情在 以前是从来没有在我的人生周围出现过 所以其实对这个都是很陌生 那时候就只是想说 我想要重新开始 从零开始 那我就完全没有留任何的退路 我就把我的公司给了为一个好朋友 让他接手去做的 然后客户也都给他了 对 那我就去学了一些 简单的手作课程 那我就开始摆起试集来了 那我是在 因为后来摆试集就是 因为现在蛮多手作课跟手作老师 所以在一个音源纪会下 也很愿意分享的 对 就是有一个单位邀请我 就是做一个测展 小小的很小的展览 所以我是在那个小展览里面 就有一个之前的学生 就我之前有在巨匠当过的讲师 哇 ok 对 然后他是北一大毕业的 他就邀请我说 金车有一个就是提供艺术家 就是出道的一个平台 所以他就跟我说你去投稿 那我就去了 那其实我正式是从金车的那一档个展 我从那边出来的 哇 所以投稿是一个 如果大家要 想要往艺术方面发展 想要被大家看到 是一个方式就对了 对 然后还有 其实前不久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访问过 也是在一些市集里面 摆摊的 其实这个也是现在很多一个年轻人 可以去想想看 如果你想要创业的话 这个也是个方向 对不对 对 他其实会非常接近 就是你可以从品牌 从你的商品 甚至有一些手作 他其实很适合 可以变成商品跟文创品牌 都可以从那个市集里面开始 而且也应该是有机会 跟其他的人 在那样子的一个场合去交流吧 同业以及还有一些 就是路过的一些路人 或者一些对你的这个艺术品 或者对你任何的东西 有兴趣的人 是可以做交流吗 其实那个时候 我在市集 其实我做的东西是 盆栽的创意 对 所以其实现在跟这个艺术 现在我做的东西 它还是有一段的距离 是有距离的 对 但是其实因为后来 从金车出来之后 在作品的创作上面 我开始接触到艺术 进到这圈子 我发现就是 有一些东西 它艺术可以做到更 就是你想要表达的 很真实的内涵 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内心最深刻的东西去表达出来 而不是像以前我做设计可能就要符合市场的期待 甚至你可能做把它做商品化也要符合市场的期待 那艺术就是可以不用去思考这件事情 简单来说 我可以很任性的去做我自己 所以就从这里开始 可这个也需要勇气吧 因为你以前已经做惯了 是比较有固定的 可能比较固定可以有个收入的 因为你有客户 你知道吗 你就知道说大概这个月的收入大概是多少 现在那是完全是你自己必须要 对 现在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 是不是 但是其实呢 更妙的是在这个之余 其实我是后来才知道 就是有一次我刚才也说了 有一次展览的时候呢 刚好是首日 我被就是被你邀请 说去看一下那个你自己的个展 对 然后我才发现说 你有一家子的人 有两个小孩 然后有个非常帅气的老公 一家四口在那边 然后刚才我还问说 那天到底是不是我有看到一只兔子 还是我在梦里面看到兔子 果然是有兔子 有 我有养一只兔子 是不是 所以也是你们家里成员之一 对 所以你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对 所以你成为妈妈的时候 你是还是在做设计方面的嘛 对 那已经有了家庭 然后又放弃了设计 然后往这 你真的是很任性 对 很任性 所以如果有很多的一些年轻的爸爸妈妈 因为我也说过 我们有很多听众的跟你的年龄差不多 他们的孩子的年龄 也跟你的孩子的年龄差不多 你会鼓励他们那么任性吗 会吧 对 因为我觉得 很多的父母亲 因为有了孩子之后 其实 尤其是妈妈 其实妈妈真的是一个 很 比较 会 因为孩子去牺牲自己 所以很多妈妈会因为孩子 就渐渐的没有了自己 那等他孩子大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好像已经有点调不回来了 对 所以我觉得 孩子其实 他也是个很 就是个体 所以其实 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 因为你的人生就只有一次 那我那时候其实就是问我自己说 什么样的工作 什么样的一个精神可以让我 就是到 可能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我都还可以做 后来我发现 就是画图这件事情 成为艺术家这件事情 画图这件事情 真的是 画画 对 你到病床的那一刻 你都还可以成为你的精神支柱 那 我也去思考说 如果像这样子的工作 那我的孩子会因为这样子而觉得 会成为他们的一个榜样 对 所以的话 我觉得 如果有梦 就是 还是去追好了 的确 所以 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 如果你在听的话 如果你有梦的话 真的去追 刚刚你说到一个重点 真的是有时候呢 可能生病的话呢 搞不好画画是一种疗愈了 对不对 我曾经认识一个 教过我画国画 就是那种山水画的一个老师 他那个时候画山水画 是非常非常棒 画些鸟啦 画些花卉啦 非常非常的好看的一位老师 后来他也是诗志 但是呢 他诗志之后呢 他可能本来山水画不太会画了 但是他还是能够画画哦 他做什么创作呢 他做现代化的创作 哦 几何图形啊 一样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觉得真的 跳多了另外一个领域 没错 跳多了另外一个领域 所以真的是这个艺术 这个东西呢 其实不要小看它 你看它对我们人生 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 瑞杰根本是 完全是半路的出家人 对不对 对 可以这么说 其实我资力很浅 对 资力很浅 但现在已经做得很好 所以有兴趣的话呢 不妨大家呢 上一下这个瑞杰的Facebook呢 去看看 里面有很多非常棒的艺术品 Are you ready? 和我一起打开 娱乐 生活 流行 画夹子 一同开麦啦 That's right 这是一同开麦啦 现在是下午3点51分了 今天在我们现场呢 是台湾的年轻的女艺术家 宁瑞杰 我们刚才聊了很多 也发现呢 以前我都不知道的一些部分 秘密 对 你还有什么秘密要告诉他 其实呢 我刚才还在想说 就是我还蛮怀念那个时候 你做的那些 就是水泥的艺术品 然后我再问说 你会不会回到 以前再去做那样子的系列 结果你说 其实呢 他还有 他还有 对 然后呢 他有156件 156件 你还没有做 但你怎么知道有156件 当初其实我就把它 规划好它的建树了 所以这个就很妙的地方 其实呢 你有follow这个瑞杰 他整个这个系列的 这个过程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每个建筑物呢 他已经把它规划好 在不同的这个城市的区域里面 总共有几个区 分A到Z区 A到Z区 对 那我都忘记我是什么区 其实我有记下来 我倒是哪个区哦 但是呢 就是每个房子 不同的房子 那个区域呢 承载了不同的房子 对 然后你已经规划好 每一栋造型都不一样 对 你已经规划好了 每个区域有哪几种房子 然后这个路啊 是怎么走的 都规划好了 对 所以这很妙 所以大家要继续follow 如果你对这个水泥 你这个有兴趣的话 继续follow 它会再出现的 但是呢 其实你的画作方面呢 其实你那个时候呢 我接触到你的画作 当然也是透过 这个一起加油里面 你有很多画作 都漂浮在空中 就那个画作里面的 这个所画的这个主题呢 是一些楼 一些城市 对 漂浮在空中 对 那个时候都是 那个系列了 其实我的创作主题 一直都是以房子为主 对 包括立体的 然后包括大型的装置 然后甚至画作的部分 对 那因为 呃 房子对我来说 它就是一个 很天马行空的东西 一个很遥不可及的一种 有一种幻想跟梦想 嗯 所以我就把它 飘在空中啦 或者是飘在树上啦 然后甚至 就是用各种 比较科幻的方式去呈现它 嗯 对 所以有时候我会 这样形容就空中之城 的那种感觉 对 甚至漂浮在空中 而且有些那些像一个 像一个那种 军舰的感觉的一个建筑物 对 那有时候呢 这个这个又像一个 呃 又像一个机器人的建筑物 对 所以都很很奇妙 但是呢 你新的系列的一些画作呢 跟之前我所接触的 那个画作的系列 又不太一样 现在多一个红发女孩 然后呢 还有就是瑞杰 我第一次遇见瑞杰的时候呢 你头发也不是这个颜色的 最近才变成这个红色的 这是真发吧 对 这是真发 不是像草菅名声的那样子 就是假的吗 对 因为草菅名声 他那个是假的 所以大家会觉得 你是不是也是带这个假 对 但是你是 我是真的 有点红色 有点偏橘色了 对 所以你现在画作呢 有一个也是红发女孩 她就是你自己吗 对 她就是我自己 所以 我倒是蛮好奇 她到底是你人生的哪一个阶段 是你现在的你呢 还是以前的你呢 还是哪一个阶段 还是未来的你 她其实比较是我 隐藏在心中的那个我 就是小时候的一个小女孩的 我希望呈现 我小时候的小女孩不是那个样子 所以我自己希望呈现的样子 但是你现在也完成了很多个小时候的一些梦想 包括你现在的 现在的造型也是 你小时候有幻想过自己的红发的小女孩 但是现在就变成红发的妈妈 我必须要 我必须要还是要提到 就是说 其实呢 宁瑞杰呢 她看似很年轻 的确也是很年轻 但是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其实我们昨天有稍微在line上有聊一下 就是说 带孩子 OK 那现在我们听众有很多是 妈妈有孩子啊 爸爸有孩子啊 那请问一下就是说 如果孩子他们想要往艺术方向走 或者你儿子或者女儿 他们有些什么想法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去面对他们的一些 也是天马行空的想法 我觉得其实小孩真的是一个非常 就是最原始的艺术家吧 我觉得其实也许我们每一个人的小时候 绝对都是一个艺术家 因为我们拿笔起来的时候 我们不是先学会写字 我们是学画 画是不用学的 对 所以像 看到什么就画什么 或者想到什么就画什么 对 所以其实到最后毕卡索他为什么会有很多是属于很童心的 其实我想因为孩子其实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独一无二 他的作品可能就他就是一个非常具有艺术性的东西 那像我的孩子他像我儿子他小时候他的他的画法跟他的笔顺的方式 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跟不大一样 跟一般小孩不太一样 对那现在他在写字的时候他是倒着写回去的 所以 所以 对他已经我小三年级了 但是他的写他名字我写很多的他都是没有按照笔顺 那我有发现这点之后其实我有跟学校老师沟通就是我希望不要去抹杀他这个 就是让他照那样子的写法去写 但他的字体还是写很端正 但是你在一开始看他写字你可能不会知道他要写什么 对对 所以就鼓励他继续做自己 对就是陪伴吧 对 好 有个展览对不对 什么时候 四月份 四月十号 好 对 礼拜六 有一个开幕展 大家就follow一下Facebook 嗯 宁瑞杰Facebook 好 接下时间要交给Amy李明依咯 谢谢 谢谢